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旋轉 在Revit裡面的旋轉 基本上跟CAD很像 非常非常像 只是說 操作更加的直覺一點點 那東西旋起來 然後你直接按這個旋轉 它快速鍵也是RO 你點它旋轉 然後呢 它馬上就會從基準點 拿出一條參考線出來 那就是先點原來的 先點你要從這裡 再點你要轉到哪裡 它就轉過去 其實蠻簡單的 那當然你不一定 那個參考的基準線一定要正右邊 你也說我想從這裡轉到這裡 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再來就是 當然你也可以說 我從這裡開始 然後向這邊轉 20度 就直接用Key的 那它就轉過去 這也是可以的 所以旋轉就變得非常非常直覺 那再來 如果就直接轉的話 那基本上它現在是原地旋轉的狀態 如果說你想要更改這個旋轉的軸心 你說我想要定這個基準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直接拖它就好了 直接選它拖到你想要的地方去 就改過去了 那我就可以說我想從這裡轉到這裡 就很容易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這個旋轉中心 我的選項列這裡有個旋轉中心 你可以點位置 點位置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重新定義位置 之後 說我想從這裡轉到這裡 跟你直接拖曳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再來 原本的旋轉是直接就複製過去的 所以你可以跟它講說 如果你有勾複製的話 那麼它就可以複製旋轉 它就可以複製旋轉 所以也很簡單 那再來這裡 直接旋轉的話是什麼意思 這牆也可以轉 不是只有物件 但是 有些東西是不能轉的 例如說 門 在牆上的門 你就不可以這個門轉30度 知道嗎 你如果這個門要轉30度 是不是代表牆要先跟著30度才可以轉 所以門窗這種東西是不能轉的 對 那來 假設我東西想要直接旋轉怎麼辦 選東西 然後旋轉 它也可以有直接打角度 好 你直接跟它講說 我要轉20度 確定 它就轉了20度 那轉20度 你可以看到現在它是這樣子 它是向左邊 對嗎 逆時針這樣轉 那你如果要反過來 要轉的跟我右邊一樣 那各位應該知道要起幾度 對啊 -20 這應該 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 其實很簡單 就是反正 真的Ravit把東西都變得很直覺了 那再來這裡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剛剛 原本是直的之後轉向右邊了之後 是不是其實這邊長長了 這邊也長長了 對吧 它自己把它長長了 那現在這邊就是跟你講說 你也可以不要長長 那就是勾分開 東西選起來按旋轉 如果你有勾分開的話 45度 原來是多長就多長 然後它就不會延伸或者是修剪了 它不會自動再黏上去就對了 那這個就是分開的旋轉 那來 所以各位來試試看這幾個旋轉的方式 試一下